《明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來收聽 收看《風雲谷》 多謝各位的支持 本人 陶傑和白偉聰的Patreon 還有《風雲谷》的特別好朋友 《風雲會》 也多謝各位不斷加入 今天我們講講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在北京的訪問 會見了中國內長秦剛 雙方回頭長達五個半小時 布林肯這個國務卿 比起前任龐貝奧 多兩分的肅目 少兩分的慫容 所以他一落飛機 一直走進北京 見秦剛的時候 都看到他是略為緊張 而相反中國外長 就比較譚笑致虐 因為被中國困到這個叫布林肯 來北京已經是對內 贏了面子一仗 就是對內的中國的傳媒 網站 不斷的宣傳 美國是有事要求上門 但是其實是否真的這樣呢 當然就不是了 在布林肯 搭上飛機去北京之前 美國官方已經透過種種的渠道 對他這場訪問 是不抱任何過高的期望 這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蘇力文 直接就說布林肯去北京之行 是不太重要 最重要的是這個星期 印度總理目的訪問美國 才顯示 美國和印度地緣政治 一個重大的合作 友好的發展 布林肯來到北京 他的時機在中國方面 有少少玩樂 就是他到之前 就由習近平高調 會見微軟的老闆 就是Microsoft的老闆 Bill Gates 蓋茨 並且給予禮遇 口口聲聲對蓋茨說 其實他暗示 官方的關係就停滯了 習近平就說 希望現在中美之間民間多交流 你怎麼看 布林肯這一天多以來的行程 這次布林肯訪華 就在一個中美關係 去到一個冰點的情況之下進行 本來就在2月期間 已經宣布了 就會去中國 但因為大家都記得 當時就有所謂的間諜氣球事件 拜登總統就下令把氣球擊落 引致中國和美國的關係變差 所以當時就把整個行程推後了 推後了其實現在這一刻去訪問中國 也都不見得好 因為之前我們都說過 也都是有兩次軍機和軍艦攔截的事件 差點讓城碰撞的事故 而且最近也都爆出來 中國在古巴設置洩定的中心 監控來自美國的這些無線電 或者他們的通訊 引起其實中美之間的很多猜疑和不信任 更加不要說一連串 我們都說過無數次了 比如台海的問題 烏克蘭戰爭的立場 再去到很多間諜 偷涉科技 這些種種的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內部衝突 在這些種種糾纏的問題之下 其實布林肯訪華都不會解決到任何的 這些當前的危機 其實他最重要的一點 他就說其實有三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可以避免誤判的衝突 就是說希望在軍事層面上 大家很清楚有一個高層的溝通的機制 不要發生一些類似軍艦或者軍機的擦槍走火事件 我想這一點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其餘的這些原則性 意識形態 甚至在一個地緣政治的格局上面的立場 這些就譬如說南海 究竟是不是可以自由航行 還是屬於中國的領海呢 這些就解決不了了 現在布林肯和習近平終於會眠了 還有接下來還會不會有其他更加重要的美國官員去到訪 而為後續的問題 特別是有關於美國限制一些高科技的晶片器材等等 所以這部分才是中國希望 看看布林肯來中國會不會放寬 但是也預計得到 就未必會解決的 所以整個氣氛或者整個大格局 我相信見完之後都不會有什麼大的改變 其實習近平見不見布林肯是全無分別 因為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和路線和戰略的全景 是已經劃定了 就是怎樣也好 就已經不對中國存有任何幻想 你見也好 不見也好 秦剛和布林肯談五十個小時再談五百個小時也好 無分別 就是整個亞太區 美國已經吹雞混雜了日本、南韓和菲律賓 這三大緊密的盟友 外面的還有澳洲和印度 已經形成了對中國的防禦 而且在電子科技方面 這個晶片制裁中國勢在必行 而且已經搞亂了一家華為 所以你現在要說布林肯來 接著你習近平就算見還是不見 接著宣示說美中關係解凍 回到以前那時候 這個是在做夢 兩個字 是神話 所以 今天布林肯去北京 那麽連美國也覺得有點無厘頭 去做什麽呢 美國始終都放它去 始終美國來說 比世界上看得到 這一步它是做到人質而盡 尤其向日本、南韓、菲律賓、印度這些交代 美國方面 對於中國來說 是深有戒備 都知道 隨時在南海爆發戰爭 甚至是台海 所以布林肯去是一個復筆 就是告訴盟國 我要做的 就全部做完了 我是絕對不想和中國開戰的 但是現在中國擺出的姿勢實在太耗戰 所以唯有最後一分鐘 我始終都盡力去見一見 這個有點像 在這個抽雜珍珠講之前 最後一分鐘 美國和日本都還在談判著 是吧 雙方那時候就不是國務卿 而是大師 就是雙方碰杯的時候 那邊沒有多久 因為日本的轟炸機已經到珍珠港 對於中國來說 它是有理沒理的 它總之現在要對內應付太多危機 最重要是經濟危機 龐大的失業人口 還有五月份 中國就有140宗罷工的事件 這個140宗據說只不過是一省的 如果你說全國分分鐘是不止的 這些內外交困之下 現在習近平只能夠用兩招 第一對內就是加強他那個個人崇拜 但是這個個人崇拜 比毛澤東1966年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已經是力不從心 因為那時候的個人崇拜 你真的看到全國山河 除了要爭相成立革委會 去批鬥劉少奇向國務院奪權 你會看到大中小學 各省市的工廠 工作單位 連這些鄉下的農田 那些農夫都不耕田 放下座頭 在耕田之前學習無語錄或者無損 是半個小時之後才下去插秧的 這種這樣的狂熱 在60年代中期 在今天大陸沒有可能再發生 因為整個大陸的年輕的那一代 其實躺平不生孩子 是不會跟你說革命 不會跟你說政治 他們寧願有時間在TikTok那裡 鬆手弄之辦事 所以個人崇拜拘不起的時候 就一定要借助美國總統 最好拜登過來遵就教 拜登不來 怎麼都要布林肯告訴國內的人 現在美國要來求我 所以布林肯這個表情 就亦暴亦吹戰戰兢兢 剛剛不知道是能夠交氣 還是能夠滿足中國的要求 其實雙方面講來講 都是那些什麼中國 台灣問題是最大的 核心重中之重 講來都浪費氣的 這些一早就知道了 實際上五個多小時 有沒有一些非常機密的交底 如這個布林肯告訴他 你在台灣那裡一旦動 我就會怎樣 南中國海那裡我又會怎樣 所以雙方的會談說坦率 而且是有建設性和誠懇 對於美國來說 對於台灣和亞太 他既然走了這麼多步 千山萬水到這裡 他是不會回頭的 除非習近平的統治是結束的 民主黨和共和黨 尤其是對於龐貝奧那一批 其實民主黨只會看到 只希望看到中共換人 大家有一個緩解的機會 就在談 但是現在不會換人 所以一連串的清單 他提出來這個叫烏克蘭問題 這個叫做台海 南中國海 甚至香港的人權 沒有一樣 習近平現在在這個關頭 是會說yes的 前幾年 這個Donald Trump和他們說的 那些什麼 增加中國貨入口的關稅 這些現在已經沒有得談 你看不到 布林肯去到 和中國談 包括了 就是劉鶴和那時候 Donald Trump那時候 叫做降低 中國貨入口 美國的關稅 是不是 到現在還沒有減 一樣在抽高的關稅 所以中國對美國 和對歐洲的出口 是不斷在那裡減少 還有 你就算叫這個 叫微軟的Bill Gates 和Elon Musk 還有蘋果的總裁 Coke 三大總裁去到 中國之後 似乎都沒有什麼實質的效果 因為這三間 美國的IT大公司 在他們的老闆去中國的前後 都宣佈將生產線搬出中國 所以其實習近平 就算看到蓋前說 這個叫做中美之間 那個基礎在民間 這個說話 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說什麼 中美之間的關係 那個基礎不是民間 是台灣 是不是 民間是沒有意義的 這個習近平和蓋茲說 中美的關係 那個基礎 是民間 民間有什麼意義呢 有多少中國人現在拿到護照 那些官員 那些人拿到護照可以去美國 是不是 現在這個叫做美國 美國在北京上海的領事館 審批中國人去美國的旅行簽證 由奧巴馬的時代的八成 降到今天的不足一成 是不是 民間有什麼交往呢 美國的荷里活電影 是不是 你會不會給美國的歌聲 美國的學校 走來中國的樹椒生 是吧 連英國的基礎 去會見希特拉 當時希特拉很高規格 去接待他 還招呼他去元首列車 用午餐 把白倫帶著一個好消息 就回到英國 然後一年之後 希特拉就入侵波蘭 就爆發成全面的勾戰 那期間呢 英國的外交大臣 哈里法斯 也都曾經去訪問柏林 也都遭希特拉的接待 和和他的交往 是他見得最多的 就是外交官的其中一個 那麼這些全部都是很高層的交往 當時呢 就是給了一個信息 英國的朝野 希特拉是有得談的 希特拉呢 不是一個呢 完全呢 就是瘋狂的人 只要呢 和他溝通 和呢 看一下他 滿足到一些要求呢 戰爭是可以避免 那當時呢 英國和德國 在1939年的 戰爭爆發之前的一年 其實是不斷呢 進行這些高層的回眠 是去到最高層次 希特拉 很高規格地接待這些英國的外交官 但是最後 怎樣呢 1939年 就是在侵略波蘭之後 打響了整個歐戰 然後大股典空戰 再去到吞併法國 這些全部是歷史來的 所以任何的這些外交的動作 或者談判 甚至最高層的接觸呢 你都不要被他騙了 其實呢 不代表 背後 沒有人籌備一場 戰爭 也都呢 這些外交 也都可以甚至可以理解 是一個仿指 甚至是一個掩眼法 如果 他要打你 或者他要發動戰爭 他一樣可以建立 一樣可以跟你握手 這個呢 就是世界政治 以及我們在歷史上 吸收到的教訓 陶先生 這次布林肯來 他是相當於中國的外交部長 所以他來到中國 沒有紅地毯任何的例如 所以這次來到 來之前 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也說 美國是不能夠再幻想 在實力的基礎 和中國是對話 這句說話是極之不客氣 就是說 在中國眼中 他的嘴巴至少這樣說 你美國已經不是以前這樣 我需要敬畏的一個對手 這個呢 也都切合到上次 在這個阿拉斯加 這個叫楊潔篪 和這個王毅 商人去見美國的布林肯 他說呢 美國已經沒有資格 對中國是發豪斯 所以其實你上次 那種這麼冷酷的關係 又是對著布林肯 這次也是 雙方的關係 有些什麼寸進是零 不但是沒有 還在暗化 所以這次布林肯去 是完全沒有意義 可以說 對於這個改善關係 所以只能夠 對於美國來說 有一個機會 布林肯去呢 是希望會看到習近平 是透過和習近平之間 是來面對面 只有1、2呎的位置 相信是透過翻譯 去看看他講話的言詞 以及最主要 看他的表情 肢體語言 等回去做一個評估 還有很多美國認為 不能夠退讓的原則和底線 是要當面 由布林肯說給習近平聽 是不是 如果習近平是不見 不見 回去 稟致這叫白宮 又是一種講法 見了之後 你對布林肯開口所說的 不要再轉彎抹角了 就這樣這樣 你那時候對他這樣說 他有什麼反應 這個又是一種提法 因為始終現在這個拜登 人人都看到是年事已高 就算放拜登來跟習近平說話 拜登那個見微知著的認知能力 是比不上微精眼企的布林肯 所以這次其實走去北京 我想關鍵的狀況其實就是這樣 對於美國來說 當然覺得他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他說其實比不上 下架就快也來白宮訪問的印度總理穆迪 所以真正是給中國看見識 就是美國是怎樣跟穆迪拉攏 因為穆迪本來對這個烏克蘭戰爭是投棄權票 但是後來經過一年來說 他的立場已經大大倒向美國那邊 所以現在美國更加需要印度的加入 印度、澳洲、菲律賓、日韓 面對日漸緊張的局勢 在這個時候布林肯走出這一步 你可以說沒有意義之中 又是相當關鍵的 沒錯 所以他去中國的他自己親口說的三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希望可以建立一個溝通機制 避免誤判 這個我相信是真實的 這個誤判也是跟第二個目的構成 就是美國是想告訴身邊的盟友知道 其實美國是不希望戰爭 以及不希望中間出現所謂的擦槍走火 所以他希望跟中國建立一套溝通的機制 特別是發生了兩宗軍機和軍艦的難節事件之後 希望可以像前蘇聯和美國冷戰時代一樣 是可以有一套大家可以能夠溝通 或者是同意的遊戲規則 我用一個這樣的字眼 就是會避免以核戰 或者是以一個大規模的戰爭 去互相毀滅 或者是進入一個全面戰爭 而只不過是通過 例如在越戰、韓戰 或者是中東地方 敘利亞、巴勒斯坦一帶、以色列 通過代理人的戰爭去進行 他們兩個大國之間在冷戰時代的競爭 這個就是他們美蘇兩國 那個共同的遊戲規則 但是現在美國摸不透 或者摸得透 應該這麼說 知道了中國對台灣的野心之外 其實他就沒有一套這些遊戲規則 可以跟中國玩 所以現在布林肯可以說是最後通牒 或者是一個最後的努力 我用這個字眼 就是希望可以跟中國 建立一套跟前蘇聯 在冷戰時代的遊戲規則 可以讓大家玩下去 而避免了最後的戰爭 這個就是布林肯 他來中國 他的心裡面最後的一個目的 而至於最後的目的就是尋求什麼合作的可能 這些是廢話來的 因為其實已經是沒有合作的可能 尋求合作的可能 這些全部是客氣的說話 所以其實剛才我們都點出了 真的不要有任何奢望 因為中國根本不想跟美國建立任何真正有意義的熱線的溝通 所以來到之後還會陸續出現這些什麼 南中國海 台海這些戰機攬截 是不是 是會陸續有來 是不是 所以對於美國來說 在這方面來說 有一點點是老鼠賴鬼 因為他希望中國好像以前的蘇聯那樣 但是他不知道中國不是前蘇聯 習近平不是前蘇聯的克魯曉夫 或者這個叫布里茲列夫 是不是 這些誤判 你和以前吳錦濤 溫家寶和江澤民 朱鎔基那四個說 都還有一點點成果 現在這個是神經刀來的 無定向飛彈 例如習近平可以三天前對蓋茲說 他說中美關係的基礎是在民間 還有他還在說 中國方面有一個對於當前 又說世界百年未見的大局 還說向這個叫蓋茲在這裡說 他說中國的方案是可以解決問題的 喂 他沒有理由不知道現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 甚至全世界對中國的方案是沒有興趣的 剛剛好在蓋茲和布林肯啟程之前 英國的《太陽時報》上個星期日就爆出這個 新冠病毒確實在武漢實驗室和中國軍方一起研製 那你這個中國方案又如何向美國推銷呢 所以你跟Bill Gates來聽 就消奇消世世的來聽 那這些這樣的訪問 中國來說是很需要給國內的人知道 說美國有東西去侷拘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幫《風雲局》在下次節目時間 和各位繼續討論 謝謝 《風雲局》 在2023年1月正式成立為Youtube會員專屬頻道 《風雲匯》 加入成為頻道會員 你就可以看到專為會員而設的影片 現內容是專為《風雲匯》會員度身訂造 和大家講一些陶生和鮑Sir先為人知的趣事和秘密 其實國民黨如果真的執政 對於在台灣的香港人是好還是不好呢 其實是否會比現在民進黨好呢 因為他們始終是華人 那個氣度你不要以為是跟英國人一樣 說到Youtube的時候我覺得很細聲 因為不好意思 有一點點自卑 誰知道他聽到之後縮然起勁 突然間對我態度好很多 所以我們做這些KOL我不會學 某一個在台灣之生的那個是這麼囂張的 他沒有說過《風雲局》 因為他不敢說 人渣、法西斯、雷將軍 這些我真的做不到 所謂的KOL 其實我都很討厭這三個英文字母 我心想好像十年八年前 我這個叫十九這個花名 都是你老哥改的 他真的很厲害 這條帶給他看到又翻臉 他就說你老哥是風雲局做得很好 我說你也是 將來有機會就同台 你會發覺我現在手指指指多了 就跟天狗吃了兩頓飯 給他感染了磁場 講完就學會了 我知道 現在我和看一個人 我是要看他的優點 加入頻道會員很簡單 你可以用電腦去回我們的YouTube頻道首頁 按加入頻道會員 又或者用手機YouTube App 在本片的描述欄 卡最上面的連結 加入風雲會頻道會員 有能力的朋友還可以同時加入 陶傑Patreon 同霸偉聰衝心直說的Patreon 而Patreon除了有各種專屬內容之外 還有一至六風雲谷的聲音版 大家的支持 一定會令我們更加有動力 為大家帶來更多好節目和內容 再次多謝大家的支持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